这项大地山海相依 山海协作工程已持续实施20周年 20年里万千开路先锋书写着山海共赴美丽篇章 这其中就有宁波挂制干部的身影 宁波与被帮扶地区携手同行 一批又一批挂制干部深入一线进行帮扶 积极为两地合作穿针银线 推动两地资源互补项目共建 不断深化两地发展的朋友圈和资源库 跨越千山万水 他们将宁波发展理念和资源技术 宁波干部的实干作风 宁波人民的深情厚意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对口支援之地 见证了山的成长与蜕变 两个月下来 我走了一些我们山海协作的一些项目 我发现很多项目都是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效 也是被当地的群众所认可的 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够让当地的百姓能够有一个真切的获得感 我们山海协作干部一个是肩负着相关的使命跟责任 我们过来代表着海蜀跟我们庆园之间山海协作的一个交流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把海蜀好的相关的资源 这个产业项目通过我们山海协作干部牵线搭桥引进过来 那么同时利用我们在海蜀的资源帮助我们庆园 比如说在一些农副产品的销售 一些项目的合作上进一步的推进 通过我们山海协作的资金项目投入之后 那么这个村基本上现在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村庄了 那么村里面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村里面的进行收入也得到了提高 那么而且他们村干部也好 村里面的老百姓也好 对我们挂子也干部也是非常肯定的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一任一任接着努力 通过我们的努力付出 通过我们不断地在这里生根细做 不断地把这些有一些经验做法在这里做些推广 能够使老百姓更有获得感 有更加的一个幸福的感觉能够提升 然后对自己这片土地能够有更加的热爱 能够在这里有更强的一个获得感 接近两年的挂子经历吧 对我的人生经历也是一种十分荣幸的 通过我们这些努力 然后一些项目落地开花结果 对这些村集体的经营收入 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 那我们也是觉得也是十分有益的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内心 有些时候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如今山与海的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感情越来越深 EPP带有宁波特色的成果 项目在对口帮扶地区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宁波每一位奋斗在山海协作对口帮扶一线的干部群众 犹如朵朵浪花奔涌入海 共同书写着以海带山 以山促海 山海共赢的展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